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要和大家看看英國的數據 看看大家感興趣和英國有關的現象 今集想說的就是收入的高低分佈在不同地方 會有什麼情況,有什麼景象 我們會引用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關於英格蘭和威爾斯這兩個國家 直至到2020年尾這個財政年度 究竟哪些地方的收入或家庭收入 是貫著全個國家,有哪些是相對上比較低 我們也要看看當中有沒有一些模式 是我們會見到和大家心目中想的黑板印象 例如說會不會有南北的貧富差距 會不會倫敦人稍稍賺錢多些 今集就和大家解開這個迷思 也會分享一個地圖的搜尋 和大家看到只要輸入你們的居住的地方 無論是一個小一點的Postcode也好 又或者是一個大一點的 例如整個Area的名字 你都可以找到 究竟這個地方平均的家庭收入 連的收入是多少 以及分佈是怎樣 大家從可以看到 究竟你自己居住的地方 或者你感興趣的地方 算不算是屬於富戶區 還是相對上比較underprivileged 開始之前賣個廣告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一條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今集引用的數據是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聽起來好像在2020年尾的數字 財政年到尾 好像不太新 但其實這些數字 國家統計局是幾年才更新一次的 對上一次已經是2020年了 他們已經拿到最近的數據了 今次是2023版本 我們儘管先看看 可能下一次可能去到2025才有機會看到新版本 就著現在的數字 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你們居住的地方 平均的家庭入息是怎樣 以及跟全國的比較分佈是怎樣 還有些有趣的發現 跟大家一起聊聊 先說說一些重點 中位數是家庭的Disposable Income 如果我們扣了一些 基本的生活開支之後 可以叫做Disposable的入息 以不同地方來計算英格蘭威爾斯 大約可以上下相差成5萬磅 每年都蠻誇張的 如果只是看50個 我們叫Local Areas 這些Local Areas 簡單一點來說 他們平均人數大約是7000多人 就劃了一個區 平均來說 最少也有5000人 但平均來說 7000多人左右 就是一個 Local Areas 頭50個 這些全英格蘭威爾斯 最多收入的 最高收入的地方 竟然有47個 是在倫敦裏面的 大家可以想到 倫敦果然是高收入 57個佔了47個 不過哪些 大家一定聽過的 Westminster 西文治 Kensington Chelsea 這是富人區 樓層比較好 另外還有Warnsworth 西倫敦 Kamden 這些都是大家可能聽過的名字 例如Kensington Westminster 絕對是和大家印象符合的 倫敦真的是有錢人的天堂 至於數下去 最低的50個 Local Areas 小的地區來講 最低收入的 超過一半都是來自 Yorkshire & Hummer 真的似乎 這個地方稍微 收入偏低一點 另外還有大約四分一左右的 是東密德蘭 East Midlands 這個也是一個 我算是符合一點印象 就是中至北部 很多地方相對上的收入 都會是比南部稍微低一點 這個似乎都是符合大家的印象 這裡就是一個地圖 我會把這個地圖所在的網頁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網頁 網址會放在今集的簡介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站上去看到樓上 上面有四個選項 一個就是Total Annual Income 總的全年收入 一個是Net Income 另外就是Net Income Before Housing 最後就是Net Income After Housing Causes 簡單來說就是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計算 算不算這個資出 扣不扣基本開支 譬如說交稅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我們由最基本看起了 Total Annual Income 大致上分佈都不是很遠的 首先大家會看到 有不同顏色的 越接近紫色的 深紫色的 就越代表著 那個地方的 N New Income 平均住戶的N New Income 是零射高的 而另外就是 低一點就是藍色 低一點就是淺藍色 之後就是綠色 去到黃色 可以這樣說就是最低的 在整個Spectrum 整個光譜 另外這裏如果大家放大一點 你會看到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灰色的地帶 那些地帶可能因為沒有人居住 或者太少人居住 例如大公園 例如Hyde Park 裡面沒有什麼常住人口 大致上整個都會變成灰色 也不出奇的 所以那些不是代表它們沒有收入 根本上人數不足 沒有什麼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就沒有數字的 從這裏 只看這個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Pattern的了 第一個觀察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有看到倫敦和倫敦的周邊 是零射多紫色 和比較深的藍色的 可以看到就是 倫敦是比較高的收入 這個絕對不令人意外的 事實上這裏無論是居住 包括租或者買也好 和其他生活開支 一般來說都是貴過英國 其他地方 至少英雅都會是這樣 所以有這個現象也不例外 港珠自己也是住在倫敦的 我完全感受到這件事 不知道各位觀眾聽眾 你們有沒有人 都是住在倫敦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 是不是覺得 倫敦真的是 雖然高手入大 但也高自出 所以實際上 也不一定是令你覺得 是肥仔一些 或者是有錢一些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的 一般的 闊一點的觀察就是 你看一下藍色和紫色 會發覺在英格蘭外 切開一刀 北和南 會看到南部 是比較多 深色的紫色和藍色的 這並不是一個 所謂要我們的歧視 或者什麼 純粹是一個客觀的分佈 真的有這個南北的分野 不知道是因為北部 經濟發展得不夠快 還是純粹是 有時候倫敦帶動到 倫敦周邊 扯高了 其實不是說 南部一定好一些 只不過是倫敦效應 但無論如何是會見到一個南北的分界 第三個觀察 大家可能會看到就是 在一個大城市附近 是容易出現深色一點的 倫敦不用多說了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曼赫斯特 埃明額這些 或者列斯這些 通常這些比較人口多一點的 大一點的城市附近 都會見到一些深色一點的 會出現在它附近的 這個可以反映到就是 大城市經濟的活動是比較活躍 比較頻繁一些 多一些人在那裏做生意 商業上也會蓬勃一些 很自然就是會令到 那個地方的人的平均十分 是會高一點點 但這裡又會有一個 仔細一點看 有一點不同的發現 就是這些人口多 經濟活動厲害的一些大城市 其實它也不是整個地區 所以整個城市都會深色一點 就是高深一點的 大家反而會看到一些 不同的一塊一塊一個圓圈 會是在周邊的 尤其是它未必在最繁忙的市中心的地方 反而它周邊的地方 有些是零零性深色一點的 這個可能也吻合了一部份的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住在 他們上班的大城市的周邊 他們不會完全住在大城市裡面 而是周邊可能因為環境舒服一點 他們可能同樣的價錢要住大一點 住得好一點 所以這些可能 反而他們高深入的 他們未必會住正在市中心 所以有機會令到 就是高深入的地區 反而在周邊 而不是城市的中心 Bermingham是有這個現象的 這是英國人口三大的城市之一 你會看到 有些深色的地方 會在周邊地大會看到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 Manchester Manchester 如果我們用 Greater Manchester的概念去看 你會看到 有一些比較深色的地方 集中在 尤其是南面會比較多 而未必一定是 正正在最中心地大 最核心地大的 也是有一個 所謂的叫做 不同的分佈 不是均勻的 會在某些地方領射多的 這個也反映了 有些人會選擇他住在哪裏 即使他們明明是在大城市中心地大上班 他們是高深入的 譬如專業人士那些 但也會選擇在周邊地區居住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大家要留意的現象 要看這個數字的時候 如果你們是想 譬如說我選英國保留地方居住 想從這些數據之中尋寶合 一些你自己覺得比較合適的居住地點的話 這個地圖也挺適合你使用的 你可以打個postcode去找的 這個我只是用地圖放大屬性去看 但你可以逐個地方 用postcode去找到出來 另外我又要看倫敦 同樣倫敦也有很多不同的patches 有些是靈寫深色一些 有些是淺色一些 分佈都不是平均的 而整體上來說 如果你在倫敦中間 劏開一刀左右 即是東西這樣看 西面確實是比較多一些深色的地方 尤其是西南面的 這個也是適合很多人所想的 西倫敦可能經濟上會發達過東倫居 不是有任何歧視 看低東倫敦的居住的人 東倫敦也一樣有些深色的地方 甚至我們也不應該用sup 去定義哪些高哪些低 不過純粹就是一個現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另外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有時大家會聽到一些人說 這個區好這個區好這個區好 這個區是正的地方 多一些專業人士居住 所以高收入人士居住 大家要留意清楚 就是它說的地方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所以這次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專題 用這個網址 因為它顯示一些small areas 可以小到幾千人的一個社區 它都會顯示出來的 例如我現在畫面顯示出來的 大致上就是倫敦的西南面的richmond 列治文 聽過名字的rich rich 都是傳統上很多所謂的有錢人 叫做有錢人一些 會居住的地方 都是一個叫做outter倫敦 比較舒適的生活地區 即使這樣 你會看到 有些地方是靈靈的深得很重要的深知識 但是有些地方相對上是會淺色一點的 同樣都是在richmond範圍裡面有心有錢 所以大家選擇地方居住 就不要只是聽人說 這個地方好 其實如果你想仔細一點去看看 哪個地方是你心水的話 要看一些small areas 一些local community的數據 另外這個網頁也有另外一個搜尋工具 大家可以找的 例如你可以用網頁這個工具 右手邊這裡 可以選擇一個選單 例如我今次選擇了 用sutton做例子 這個倫敦南面 比較多香港人選擇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條曲線 首先這條曲線灰色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會用percentile 即是如果將全英格蘭威爾斯的人 它收入由最低到最高排成100份 每10份就作為一個單位 例如最低的10份就是0-10 接著次就是10-20 再上去就是20-30 如此類推 去到90-100 可以就是最高的收入的10% 10%的天資嬌子 這個分佈可以大家看到 在不同的10%之中 他們那些地方的估算的家庭收入的數字 而這條曲線的分佈 大家可以看到 最高的0244 差不多是100%的 是特別高的 而至於0的相對上低很多 有天丸之別的 大家可以說一下這些噴灰圓船 灰色的線 就是我們要做那條 全英格蘭威爾斯的分佈曲線 而至於我剛才所說 你選擇了一個地方 你會看到那個地方 有些藍色點 有些點由灰色變成藍色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選擇那個地方 剛才說過有些小的社區 每一個小的社區的 平均家庭入息的數字 從中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地方的分佈 例如 如果你選擇那個地方 絕大部分的一些 點點 藍色點點 都是在那條灰色線的右手邊 即是說 平均數 全英格蘭威爾斯的平均數 右邊 即是說那個地方 無論你是北東南西 你是那個地方 仔細地看哪個地方都好 都是屬於收入比較高 如果你發覺原來有高度低 即是說 你聽人說 這區很棒 這區有錢人住 你這麼有錢去住 你心想 對 我有錢 不如我住那裡 但如果你選擇那個 就是它裡面 零射收入低的那區 其實未必真的好似 我們以為 你住在一個富人區 這個純粹給大家參考 不是富人區一定好 但這個是可以說 一個挺有趣的判測數字 我們又看看 例如剛才所說過 Richmond 這個地方有錢 分佈的結構 而且它是怎麼樣 有د Cob Williams 有幾分別呢 正正正剛才所說 Richmond 這個地方有錢人 的地方 當然它有分佈 也會有個公務 但大致上 絕大多數 都堆在圖 Kaz Schuld 中間 尤其是90-100% 即是全英格拉威爾斯最高收入的10%的人 大部分地區居住的人 大部分屬於10%最高收入的家庭收入的類型 最低的都是70%多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地方是有錢一點的 如果大家在這裡選擇另一個 可能都聽過更加有錢的地區 你可以看到更加密集於一條線的右手邊 這裡我用另一個例子,Birmingham做例子,百明漢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藍點 因為它裡面很大的城市,人口很多 它分了很多個小的,我剛才說7000多人平均 就是一個小的社區 因為太多了,你看到整條線高高低的燈都是藍色的 但大家會看到分佈,有些在中位數的左邊多些 有些在中位數的右邊多些 而在左邊是多於右邊少少的 而比較少是屬於90至100,即是最高的10%的收入 是比較少的,他們的社區只有幾個是有的 可能你會說,喂,那麼多 我怎麼知道誰才是我想居住那個小的社區 或者我已經居住那個小的社區的數字呢 首先你可以用剛才那個地圖 那個是同一個網頁裡面另外一個部分 你可以用的地圖可以看到分佈 你可以自己放大縮小的地圖可以看到 另外也可以輸入了你的Postcode 你可以看到就是你Exactly的Postcode 所位置於那個位置小的地圖的數字 以及在整區裡面的位置是怎樣的 我們就試一下看看 又用了Sutton做一個例子 剛才說的南倫敦那些地方 我把了一個Postcode進去 就是SM11AH 我隨便找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圖裡面多了一點黃色 黃色的這一點就是SM11AH 這個Postcode所在的Local Area 你會看到就是它在60至70的中間 這個數字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你所居住的地區 那個小的地區 究竟那個數字是怎樣的 你看到其他設定的地方是用藍色顯示出來 而這個黃點就是你的地方 你可以比較一下就是 你這個居住的地方 以及整個Local Floating 整個地方的分佈裡面 是屬於高還是中還是低 前段還是後段 全部都是一目了然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在國家統計局的 搜尋器包的地圖 以及可以輸入的地方名 去找到不同的細社區 在英格蘭和威爾斯 究竟那個地方的居民 他們的住戶 入息中位數 整個家庭來計算 究竟那個入息中位數 年收入是有多少的 這個呢 無論你是住在英國 或者想住在英國的 想了解多一點不同的社區 收入面貌 都可以在這個搜尋器那裡 可以找到 希望對大家的少許作用 亦都可以覺得是 一個挺有趣的冷知識分享 多謝你收看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